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中心社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副防长阿什顿·卡特被认为最有望成为奥巴马的第四位防长 卡特十分认同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性 如果他结掌五角大楼 将会对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影响如何 时事评论员张斌为您深入分析 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1号被称作战时政府的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正式投入作战值班 俄罗斯为什么在此时启动战时指挥中心 是否如美国媒体所说 显示莫斯科在准备战争 联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唐湘龙为您独家观察 我们先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国民党在日前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 今天下午 马英九在国民党中朝会上正式辞去党主席一职为败选负责 我们马上进入现在台湾环节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我很惭愧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必须深刻的反攻自行 也责无旁贷 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 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深深鞠躬十秒 马英九以此表达自己的歉意 他脸色凝重地说 这次败选告诉国民党改革脚步还不够快 没有符合民众期待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民对我们最严厉鞭策的时刻 汲取这次惨痛的教训 在最艰难的此时 展现我们百年政党的意志 努力让中国国民党重新赢回人民的心 马英九还表示 面对艰巨的未来 国民党已经没有怀忧丧志 自乱阵脚的本钱 希望代理主席能够尽速地完成 党主席的地步 补选 也希望新任主席能带领所有的党员 合作 团结 重新振作 让人民愿意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 简短致辞后 马英九于在场中常委一一握手 此时现场播放起孙中山纪念歌 让场面显得哀奇 还有中常委忍不住哭了出来 随后马英九便乘车离开国民党党部 而国民党中常会也无意义通过决议 由第一副主席吴敦义代理党主席 副主席洪秀柱代理秘书长 我觉得是大破大力吧 我觉得我们受教训真的受够了 早就这个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深刻反省 那我想国民党面对这么大一个挑战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我想国民党的每一位党员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回应 我想社会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期许 我相信只要大家上下一心一起打拼 国民党会度过这个危机 有不少国民党党内的人士都表示说 在此次九回一选举当中落败 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重创 但绝对不是致命的打击 国民党有希望借此机会浴火重生 那接下来的党内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要选出一位新主席人选 带领大家布局2016挽回颓势 我是陈彦涵 现在台湾 对于马英九今天宣布辞去 国民党党主席一职 那台湾媒体都有哪些报道 下面我们就进入驻台观察环节 请清零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客主 对于马英九今天宣布辞去国民党党主席 台湾媒体主要有两方面的评论 一方面是集中在他辞的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一些 如果在11月29号选举当天就宣布请辞的话 下台的身影可能会漂亮得多 也就不会留下这几天让媒体肆意评论 国民党如何继续权力斗争 让媒体继续临持国民党的空窗期 今天中国时报评论员文章就说 还搞权斗就是国民党的最后一刀 国民党已经没有内斗的本钱了 马英九应该早做决断 迅速的底定人事 给国民党设下一个停损点 另外马英九能否辞的彻底辞的干净 是不是会完全退出国民党的党务管理 也是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像朱立伦说的 任何接任者都不会想当傀儡党主席 对于马英九辞去党主席之后 国民党的改革该何去何从 今天台湾媒体也有很多的思考 比如说联合报的评论文章 新党魁改变思维迎接新课题 就希望国民党未来能够在政治人才的发掘上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党内提名的制度不要再论资排辈 让人永远看到是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 还有人直接投书写 党主席找个年轻的吧 希望国民党这次能够真正的 全面切身的反省 蹲得越低 未来才能跳得越高 对于新接任的党主席 则是希望他能够更多的思考去做什么 而别总是想着做在哪里 就有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台面演播室的资深媒体人 唐湘龙先生 小龙哥好 新领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马英九正式辞去了 国民党主席这个职务 以示对国民党在日前台湾九合一选举遭遇重大挫败负责 其实可以说从选举结果一出来 就让他辞职的声音就一直不断 也有人说他这个时候辞的已经是有点晚了 你怎么看 辞的当然晚了 那以台湾的这种的政治的波动的惯性 你可以说一夜之秋 你已经闻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在14个月之后 即将要进行的 就是说领导人跟立法委员的改选 那个兆头是绝对不好的 那马英九在显然 就他在当天晚上8点钟之后 到大概9点半的这段期间里面 这么短的时间 他必须要去做出一个最正确的正确决定的时候 马英九没有 那当天马英九其实他是有想过的 但是之所以没有做决定 是因为相关的周围的人的征询 包括代理的程序 包括就是说因为在他当时讲话之前的时候 他的一个隔魁将一话 已经却宣布走总辞了 因此他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当隔魁内阁总辞的情况之下 行政部门的首长马上要换人 以及所有的这些部会首长全数都要请辞 那个是一个大的政治工程 他如果再次叫党主席的话 这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跟平衡 那他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样 马英九是失算 刚才唐香龙先生的声音 也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 就是其实我们来回顾马英九的国民党主席的任期 2005年7月到2007年2月是一个阶段 再就是2009年10月一直到现在 前后马英九总共是做了将近10年 那您怎么评价马英九在党主席任内的这个表现 马英九当然做了几件事了 第一个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启动党的年轻化跟民主化 所谓的民主化是落实的 今天党主席都是选举的 各个阶层都是选举的 过去的这种的大老政治 其实到了马英九的时代的时候 以兵味道已经淡的差不多了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 马英九这些当初的国民党的终生代 现在也已经老了 也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波的大老 第二个就是说 在所谓的这种的年轻化的过程当中 他过去成立了青年团 那青年团也都慢慢的吸纳了一批的年轻人进来 包括马英九你看他现在办公室里面的许多的成员 包括发言人其实都很年轻 大概都在三四十岁而已 其实都相对年轻 可是这些人他即使是摆了一些位置在那里 可是他显然没有召唤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因此国民党整体来讲 你从他的党员结构 以及他的政治权利的核心结构来看 年轻化其实并没有充分的落实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觉得马英九还做了一点 党产的某种程度的处理 台湾常常讲就是党政军退出三台 过去传统的有线电视 国民党都是透过政 透过军以及自己的党 各掌控一台 但是国民党的马英九上来了之后 这些全部都已经化出去了 马英九其实还是把整个党的体制 跟政府的体制 做了相当程度的变革 眼下这个由第一副主席胡敦义代理 党主席国民党内的主席代理机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的模式 马英九要求这几天 纷纷请辞的这些副主席们 你们一个都不可以走 你们通通留下来 那这六位的副主席 他们就成为马英九请辞之后 未来国民党重新启动的 一个主要的领导的班子 在一月份以前 一个月之内希望把党主席的改选搞定 这是代理主席的任务 再来就是说 在代理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如何把这个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败选之后的气氛 能够做某种程度的收拾 这是代理党主席的任务 接下来要马上进行党主席的改选 吴敦义有没有可能顺势变成党主席 因为吴敦义已经表达了说 他不选党主席这样子的一个白纸黑字 已经透过新闻稿以及透过媒体 全部都已经表达了 他自己把这个门关上了 是 当然大家会说 他是讲真的讲假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其实他不是今天才这样讲 在几个月之前的时候 我在跟吴敦义一次深谈的场合 他就已经很成熟 他说我告诉你 我不会选2016 他不只是党主席 他就告诉我 就是说他不会去角逐2016 他说我这一生 当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我已经到顶了 就是说您认为他自己 你把这道门关上了 不可能 另外我们看到马英九辞了党主席 虽然还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但是没有了党内人士指挥权 等等的权利 那接下来 马英九会面临哪些问题 他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过程当中 马英九除了已经确定跛脚之外 另外他要先确定他自己 要如何运用这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其实并不短 台湾已经挫脱了非常多的时间 台湾在蓝绿两个政治路线 激烈的拉扯的过程当中 过去20年许多的事情 几乎已经百废待举 而且现在连举都举不了了 那马英九他失去了党 其实就是告诉你 他对于党的未来的接班梯队的安排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但是他在政府部门来讲 他还是有一些的事要做 这些的事包括就是说 他要不要采取一种 就是说反手围攻的方式 把一些过去 因为受阻于在野党 在立法部门里面 刻意的去杯葛以至于寸步难行的 比如说像是福茂 比如说现在正在谈的货帽 或者他曾经推过的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马英九有没有可能 透过最后一点点的政治能量 去把这些东西疏导开来 一方面的取得党务部门 以及立法部门的帮忙 那未来就是直接像是福茂 货帽这些东西 还是有行政部门谈 两岸最少在他卸任之前 不管2016能输能赢 在卸任之前的时候 把福茂货帽这个任督二脉先打通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我们看到马英九面临挑战 国民党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的严峻 后马时代国民党该何去何从 民进党前主席相庭就说 国民党恢复元气最快要八年之后 或者就是会从此一蹶不振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 谢长林讲的也是一个尝试性的分析 政治权力的板块的重组 它不会是一天一夜的 那种的政治的重新的磨合 就像大地震之后的那种的动能 慢慢消耗了之后 重新回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 它一定需要一些时间 你可以预告就是 如果2016年国民党败了 败的可以理解 你从这次选举看得出来 这个败不会只有一次 这个败可能就蕴含了四年到八年的惨败 所以谢长廷的说法 大概就是一个经验性的说法 那会不会一蹶不振 当然一方面看看党里面 有没有办法再重新的整军金武 汇聚能量 所以在这一次的败选之后 国民党他必须要从一个市场上面 重新的去整理大家对于国民党的认识 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国民党不是像你想的这个样子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这不是马英九第一次请辞党主席 2007年因为特别废案的马英九也请辞过党主席 但是与国民党相比 民进党党主席请辞的情况是更加的频繁 有统计指出民进党十年间有六任的党主席辞职 包括陈水扁 苏贞昌 游锡坤 谢长廷 蔡英文 有人就说党主席辞职这事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通常当作为一个执政党或者在野党 你把刚刚不管的这个这清林提到的 是在野党 是民进党 是国民党都一样 你会发现会辞去党主席 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有一个 就是重大选举的败选 败选的时候就辞 这已经成为台湾政党政治的基本的惯性 因为它是刚性政党 那当你是执政党的时候 因为你党主席是兼的 因此辞就辞嘛 辞了之后呢 基本上面反正就是等下一波的机会 但是如果是在野党的时候 在野党的党主席就很重要了 当你是一个在野党的时候 其实党主席就是你最高的权力位置 甚至于是整个党的人士跟资源调配的总树纽 这个时候党主席的辞或者是不辞 就会影响到整个党内的权力的安排 所以以马英九过去来讲 马英九现在辞党主席 坦白讲他已经到了跛脚的阶段了 已经到了交棒的阶段了 他辞或者是不辞 对他个人或者说对于政府的运作来讲 影响并不是这么大 好 谢谢相当学能分析 我们马上交换到辅助点播室 客主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据中心社华盛顿报道 自美房长哈格尔上个月24号宣布辞职后 奥巴马便开始考虑继任者人选了 有消息称 经过数日酝酿 前副房长阿什顿·卡特 有望获得新任房长提名 现年60岁的卡特 曾经长期就职于五角大楼 他于2011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 担任美国副房长 截至目前 白宫和国防部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二号应询时表示 卡特在担任副房长期间表现出色 他同时表示 临选过程还在进行之中 目前尚无确切消息发布 不过有美国媒体认为 在政策上 卡特和奥巴马有许多契合之处 比如卡特十分关注网络安全 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 他也认同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性 主张加强和亚太伙伴及盟友的关系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张斌 那张先生 美国媒体都提到说 这位美国前副房长卡特 非常认同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 那如今他也被认为是 最有望成为奥巴马的第四位房长了 如果他真的上任 那将会对美国的国际战略 尤其是亚太战略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卡特应该说也是资深的 美国的国防部门的负责人了 如果他接任防长之后 由于他跟奥巴马的很多理念 还是比较重合的 特别是其中重返亚太的战略 那么应该说他接任防长之后 在美国的军事部署方面 或者说战略意图方面 应该是尽量按照奥巴马的意愿 那么重返亚太也好 还是所谓的亚太再平衡也好 都是他这个任期内所需要极力达到的 那么对于亚太地区的局势呢 我估计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美军即将上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也是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 在二号在华盛顿就表示说了 中国拥有强大的军队不是一件坏事 欢迎一个参与国际舞台事务的强大中国崛起 那下一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对中国军力的如此表态 您如何解读 哈里斯呢应该说也是我们中国人 很熟悉的一个美国人了 他是一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如今呢可能要高升了 当然他的这番表态呢 其实呢一方面反映出了美国一个战略利益的变化 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了 美国在对待亚太地区的事务中的一种看法 美国的思路是重返亚太 希望亚太再平衡 他继续在亚太地区的担任领导的地位 可是由于美国目前国内所面临的现状 以及外部所面临的压力 应该说他的这种亚太主导地位呢 确实会受到挑战 中国在和平崛起 这个是你挡也挡不了的 你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手段 除了围堵啊 或者所谓遏制之外 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两国之间与其对立 不如相应的沟通了解与合作 这个是谁都明白的 合作总好于互相拆台 就以两国军事来讲 面临的海上的救援 打击海盗 反恐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都是对美国和中国的 一个军事上的考验 双方加强一种了解 加强一种军事上的交流 理解和互信 我想对未来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 是有着很重要帮助的 这也就是美国军方 所发表这样一番讲话的 根本的原因 好的 谢谢张斌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网援引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 俄方搜救人员当天打捞出11具 日前在远东海域预险沉没 韩国渔船的船员尸体 截止我们发稿时 经确认渔船上有7人获救 12人死亡 仍然有41人失踪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 据环球网援引黎巴嫩史节报2号报道说 黎巴嫩军方宣称 日前拘捕了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 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当时这两个人试图持假护照 穿越叙利亚边界进入黎巴嫩 目前两个人已经被移交到 离国防部来接受质询 但是截至目前 伊斯兰国的网站并未回应这一消息 有分析认为 黎巴嫩在此时宣布 拘捕巴格达迪的妻儿 或许和伊斯兰国及其他激进组织 今年8月拘近20多名黎巴嫩士兵有关 女人和孩子原本最不该 卷入政治和战争的漩涡 可惜他们两个 因为背负着巴格达迪这四个字 就成为谈判的金字筹码 只不过他们真的是巴格达迪的妻儿吗 或者他们的性命 足够去影响一个恐怖组织吗 这仍然存疑 我们来看下一条 据环球网援引日经新闻报道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日前在日本横滨市召开 其中一个协商的议题就是 如何把目前中日韩共同使用的 808个汉字 有效用于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日本筹措革命经费时 虽然语言不通 但他可以通过文字和友人 攻其滔天等进行交流 说话听不懂 但是写字能够看明白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汉字 是来源于中国的古汉语 也是今天中日韩共同的历史文化财富 这笔财富把它用好了 往小处说咱们在日本韩国旅游更方便了 那往大了说中日韩的民间文化交流 也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那除了日本韩国之外 追求新奇的小伙伴 现在又多了一个可去之处 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开了一家全球最大的过山车餐厅 那这家餐厅坐落在亚斯岛的亚斯商场内 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 共设360个餐位 那餐厅内有30条过山车轨道 把美食从厨房直接传送到餐桌上 时刻不用担心食物会洒出来 因为容器都是密闭的 当我们还在抱怨很多餐厅 吃饭上菜太慢的时候 中东这家餐厅居然已经开始 用过山车来送餐了 看来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啊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一号被称作战时政府的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正式投入作战值班 俄罗斯为何在此时启动战时指挥中心 是否如美国媒体所说 显示莫斯科在准备战争 联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唐湘龙为您深入分析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 经常闹肚子 经常便秘 肠道有问题 姜中排乳酸菌素片 醋生肠道有益菌 调节肠道健康 嚼一嚼 姜中排乳酸菌素片 姜中集团 回头客铜锣烧 全国销量第一 回头客 对付扫养意味白带异常 小米栓认准修正的 姜中排健胃消食片 放心助消化 山楂 北京人的糖葫芦 山药 可做菜吃 陈皮 橘子皮 麦芽 麦子发的芽 太子参 经常用来包汤 食品和保健食品的原料 放心助消化 姜中排健胃消食片 搅一搅 妈妈放心 老人放心 大家都放心 姜中排健胃消食片 家中常备 姜中集团 猴头客铜锣烧 全国销量第一 回头客铜锣烧 回头客食品 五一星 一星 做好茶 NV立刻输 致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 立刻输 NV立刻输 致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 立刻输 胃不好 总是不舒服 江中猴股饼干 猴头菇制成 养胃 上午吃一点 下午吃一点 江中猴股饼干 养胃 江中集团 听见来自海岛什么 品尝海洋独特的力量 微海而生 你注定与众不同 金门高粮酒 金门酒场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下新干线 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被称为战时政府的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日前正式投入作战值班 该中心在和平时期 负责监控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一旦爆发战争 就将接管整个国家 同时该中心拥有 下达发射核导弹命令的权利 被媒体评论认为 比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还要更强大 对此美国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的启用 显示普京正在 准备战争 据环球网综合外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去年5月宣布 普京做出决定要建这个中心 今年1月正式开工 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投入运行 速度堪称惊人 报道称 该中心集中了俄罗斯最优秀的军官 配备了最先进的数据处理系统 并拥有下达发射核导弹命令的权利 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战事政府 包括多个大型作战室 最先进数据处理中心 地下设施 用于紧急疏散的秘密运输路线 直升机停机平等 卢罗斯国防指挥中心负责人 米辛特斯部中将表示 中心的通信和数据处理设备 进行了大幅度升级 即便在莫斯科的主设施 因敌方攻击受到损坏 具有先进数据加密 和多个备份站点的强劲网络 也能将数据传遍全国 保持该中心正常运作 我觉得可能它比较先进的地方 就是这个指挥中心 它是兼顾了平时和战时 包括它的整个的合作战 指挥的体系 就是我们所说的黑匣子 那么还有就是和平时期 它对整个军队的这种控制 比如说军队的这种资产 一些军队的基础设施 就整个对军队的和平时期的控制 也靠它 那么还有就是国家在遭遇 自然灾害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这个指挥体制 所以我觉得它的特点 可能就是它的功能 更加的庞大一些 据环球网援引今日 俄罗斯网站报道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相当于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是美国几大军事指挥中心的核心 成立于冷战时期 设在五角大楼内 目前被用于指挥 美国分布于全球各地的航母 战机潜艇和反导系统 美国的国家指挥中心 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就是从它的这种 涵盖的内容来说 它肯定第一 它是严格的局限在战争时期 第二呢 它主要是从军事这个层面 第三呢 它还是不包括像国家的 这种战略力量的指挥 和俄罗斯这样一个 无所不包的指挥中心相比 美国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它可能功能更单一一些 总体来看呢 可能美国的信息技术方面 要领先于俄罗斯 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优势吧 据环球网 云引美国战争信息网而号称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的启动 显示莫斯科在准备战争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 该中心的启动意味着 俄罗斯意识到 未来军事威胁的严重性 不过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已经做好 与西方进行军事对抗的准备 另据环球网综合报道 近期俄罗斯和北约国家之间 军事动作不断 北约日前宣布计划建立的 快速反应部队将在2015年上半年就位 俄罗斯副外长则回应称 北约的这种做法 严重危害了欧洲北部的稳定 而俄罗斯方面 在北海舰队基础上组建的 俄罗斯北极战略司令部 也在12月1号正式开始运作 曾于2007年退出历史舞台的秘密武器 导弹列车也被爆出 可能会重出江湖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1号宣布 俄陆军将在2015年参加 6场国际反恐级维和军事演习 2015年将举行约4000场演习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张斌 和台北演播室的嘉宾唐湘龙先生 那我们首先请问张斌 被称作是战事政府的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日前正式投入作战值班了 那这个指挥中心在什么条件下会使用 它的运作方式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俄罗斯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应该说 它是为战时或者特殊时期 来应对的一种大型的指挥枢纽 那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 更多的意义 它就不在于调节军事行动 而更多的是把全国的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通讯的网络 和相应的指令能够综合在一起 按说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 它当然是在战时发挥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这个指挥中心 它更多的这种运作的方式 是以总统为核心 也就是目前以普京为核心 然后下面分设不同的这样的部门 然后通过各个部门的协调 来集中优质的这些力量和资源 共同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这个指挥中心 并不是说应对乌克兰 或者什么近期发生的事件而建立的 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种运作情况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政府 层级非常的这种明晰 指令非常的明确 那么在战争时期或者特殊情况时期 发挥政府的作用 那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还拥有下达发射核导弹命令的权利 而且普京在今年10月就讲过 将使用一切手段来抗击 对俄罗斯的任何攻击包括核选项 那请问了像美国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 他们启用核武器的前提和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每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尤其像是美国俄国 这种的在针锋相对的这些核武大国 那他们要启动核武器 它有非常非常严密的这种管控的程序 如果比较具体的讲 如果你有看到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呢 在公开的场合露脸 尤其在他出访的时候 如果镜头停留的够久的话呢 你会发现跟着美国总统一直贴得非常近的 除了他的夫人之外呢 除了他带着这个随身的幕僚之外 有一个人呢 其实呢大家呢不太认识 他是呢总统的 美国总统的重要的军事助理 什么叫军事助理 这个军事助理的手上呢 总是提着一个看起来有点像 像是一个比橄榄球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一个很奇怪的包包 那一般人呢也就呢叫大家的橄榄球 或叫做核子橄榄球 那这样子的一个橄榄球 其实打开了之后 打开了它当然有很严密的这个密码锁 打开了之后呢 它就是整个美国的核武器的 这启动的程序的按钮都在里头 这种核武器的启动都不会只有领导人 一个人就能够决定了 领导人当然是最关键的 但是呢多半呢还必须要 军事单位的最高的首长 两个人呢同时呢满足了 这个系统的认证之后 核武器呢才有可能使用 可能是国防部长 可能是参谋总长 在美国可能就是 好那这些系统呢都完成了之后 这个时候就进到了 最后的这个状况的确认 状况如果确认必须要 必须要发射的时候 那当然呢核子大战呢就爆发了 所以通常它必须要有 很强的密码的认证 身份的认证 在使用核武器上 虽然呢大家说的话都比较狠 表达的态度也很明确 但是真正到了使用的时候啊 那还是得是 不单是三思而后行 而且那是深思熟虑 要联想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轻易的 流程和这种相应的程序 是非常严密的 也是非常严谨的 但是这个按钮可不是轻验的 硬下去说实话后患无穷 另外美国战争信息网 在2号表示说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启动 显示莫斯科在准备战争 那两位认为 美国媒体的这种说法成立吗 俄罗斯真的是在准备战争吗 美国的媒体啊 应该说个别时候啊 会夸大其词 尤其是对俄罗斯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更会啊 这种有一个说俩 或者说呢 这种把这个小事情呢 演化成一个大的事情 由于现在乌克兰问题 美国跟俄罗斯相对来说 这种外交关系 经济关系 军事关系 都非常的紧张 这种紧张情况下 俄罗斯一举一动 都会挑动北约和美国的神经 所以呢俄罗斯的军事上 稍有风水草动 那么美国和北约就会如临大敌 就会认为你普京 又要进行相应的军事挑衅 甚至造成这样的侵略 其实啊 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和背景之下 应该说发生这种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普京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扩军备战 更多是从防御自身的安全角度来考虑的 好的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北约日前宣布计划建立的快速反应部队 将在2015年上半年就位 对此 俄罗斯方面回应称 此举严重危害了欧洲北部的稳定 相关话题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唐湘龙为您继续点评 新闻事件错综复杂 有时看似毫不相干 其实背后都有关联 我们集合两岸智慧 会整分析 带您直抵核心地带 一大苏家 非方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其中是必有蹊跷 安倍的野心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俄罗斯启动战时指挥中心 引发关注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嘉宾张斌 和台北演播室的嘉宾 唐湘龙先生 那北约日前宣布 计划建立的快速反应部队 将会在2015年上半年就就位了 那对此 俄罗斯方面就迅速回应称 北约的这种做法 严重危害了欧洲北部的稳定 那两位认为 北约和俄罗斯的密集军事部署 和相互指责 是否有可能会导致 双方进一步的冷战 甚至转变为热战呢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都是有核国家 核武器国家互相呢 对对方呢都有所忌惮 而且呢 一旦发生了冲突 那么对谁也没有好处 即便是不是核武器大战 即便是常规战争 或者局部战争 那对俄罗斯也好 对美国也好 这个战争好打 后头的烂摊子 却难以收拾 那么你北约增兵 我俄罗斯加强核武器建设 你那边对我进行 一个严正的交涉 我这边呢 就把这个全球防御 这个军事防御中心 建得更加稳固等等 这都是国与国之间 在进行一种战略 和利益博弈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冷战出现的可能性 基本上没有 热战的可能性 应该说也是微虎其微 好的 谢谢两位的观察和点评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大家眼中 你超乎所能 而我更在乎 对你安全的保护 超能直萃 低泡洗衣液 不伤衣物 不伤肤 超能女人 用超能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放心助消化 山楂 北京人的糖葫芦 山药 可做菜吃 陈皮 橘子皮 麦芽 麦子发的芽 太子参 经常用来煲汤 食品和保健食品的原料 放心助消化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搅一搅 妈妈放心 老人放心 大家都放心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家中常备江中集团 累了 喝乐乎 提神抗疲劳 困了 喝乐乎 提神抗疲劳 喝乐乎 激动账能量 一万三千公里 万里插到 无限降山 重返旧时荣耀 见证今日繁华 百年康长 插到张兄弟 陶芹出发 何其证 大观更尽兴 中国凉茶 何其证 新闻时时发生 看似杂门无章 其实有迹可寻 角度就是态度 高度决定事业 海峡新干线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谢谢 来看今天 主要内容 黑人茶被剑 严选商品茶叶 五千佳 纯净 配合初次萃取技术 提炼出第一道 茶中精华 初脆茶多分 黑人茶被剑牙膏 发挥四大剑齿功能 初脆 倍感珍贵 黑人茶被剑 汇聚茶香 黑人清新绿茶 收口水 快来体验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 明天同一时间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